我們說到他說其實正確解脫在進化人性 有達到正確解脫 所以其實佛法的修繩 基本上他其實就有一個特點 如果是解脫的話是這樣 如果是要成果的話要轉化 其實說他一定要是這個武器大 所以他才能夠轉化成大卑 變成要度化眾生的菩提心 轉化成大智 深側的看清楚一切諸法 阿蘭經裡面有常常這樣講 就是說要觀 因為我們的情愛跟情事 都是依這個五印身心而有 就是說佛法的修行其實是從五印身心當體下手的 他叫你觀這個五印身心五常 色受想情是五常 所以阿蘭經常會這樣講 當觀色五常受想情是五常 觀這個五印其實他不斷在變化 我們從小到大 甚至一刻一刻一念一念一刹那刹那在變化 那麼這些變化你要知道他終究會從生到死 那麼所以他叫你觀五印五常 那麼五印五常這個是正觀 他告訴你要正觀 要正確的觀察 正觀什麼正觀五印五常 其實就是你一定要從觀察自己的身心下手 他當然就是先觀這個色 然後受想情是 那麼當你觀這個五印五常的時候 你就不會起貪戀 因為你看清楚了 你不是無名 你就不會起貪愛 就不會有喜貪巨型跟比比喜樂 所以他告訴你 正觀五印五常 折升雁禮心 他會升起什麼 雁禮 那像現在往生俱徒也是強調雁禮 不過他是雁禮縮伯 那其實真正的雁禮縮伯就是 縮伯就是五欲雜欄 你要雁禮這種情況 那往生極樂 極樂是什麼 極樂是解脫 究竟解脫是極樂 那麼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正觀五印五常 五常的時候 你不會生貪戀 不會生貪戀 你就會起雁禮 則是生雁禮 所以他說 生雁禮者先解脫 生雁禮者喜貪淨 我們這裡叫做喜貪巨型 喜貪 因為他欺服住 喜貪巨型 所以喜貪淨 我所愛沒有 然後漸漸我愛也沒有 那麼喜貪巨型者說 請解脫 喜貪盡者 他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說 那麼當官色無常 這個就是佛法的基本教法是這樣的 單官色無常 這個色是五印 色受響形式 就是身心 你要觀察我們的身心 現在的這個身心其實是不斷變化的 我們想一想小時候到現在 那不斷 那到我們死了 那又重來 就這樣不斷不斷 身心不斷在變化 就是無常 那無常不苦 所以有很多苦 所以他告訴你 單官 五印 身心 佛法都是從觀照身心下手 那麼 當你知道 這個他說 五印身心這個是正觀 這樣的觀察叫做正觀 正確的 那麼是應該要這樣的觀的 那麼正觀者 正觀者 那麼則生厭禮 你只要這樣觀察 你就會生起厭禮心 這是我們說的厭禮梭博 但是厭禮梭博的 厭禮梭博主要的是 我所環境 厭禮這個環境其實不是 佛陀說的是 厭禮對五印身心的執著 是這個身心 因為世間有國土世間跟什麼 有情世間跟五印世間 我們把這個稍微講一下 他是這樣 這個是佛法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要進化 我們的心到底要怎麼進化 他說單觀色無常 那麼這個色我們說過 他是五印裡面的色 其實後面就是受想情色 就是五印 那五印其實就是五印身心 就是觀照身心的 分析這個身心 觀照身心的變化 那麼 這樣的觀 如是觀者是你正觀 所以你要正觀 身心無常 正觀這個五印身心無常 這樣才是正確的觀念 就是你這樣正確的觀察 正確的觀念 就是這個才是正確的修行方法 其實就是這樣 正觀者 如是名為正觀 他說如是名為正觀 那麼正觀者 假設你這樣觀察的話 那麼 則 深厭禮 深厭禮就是你不會再貪戀 懶著 這個禁見 那麼深厭禮者 喜貪禁 那麼你會深厭禮 然後深厭禮 我們就不寫了 深厭禮 那麼就喜貪禁 剛才我們講這個愛裡面 喜貪巨型 比比喜樂 那你現在擁有的 你現在擁有的 你升起喜貪 歡喜愛樂 懶著堅住 他通常 通常佛法阿蘭經裡面 在講我們的貪愛有四個層次 歡喜 讚看 歡喜讚嘆 歡喜讚嘆 神口義上的 歡喜讚嘆 懶著 或叫做愛懶 或叫做愛懶 然後堅住 堅住就是愛懶不捨 愛娶 堅住 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貪愛不捨 那基本上就是 喜灘 那麼 這個就叫做喜灘 一般叫做喜灘禁 那麼 深厭禮者喜灘禁 就不會再生喜灘 那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我們比如說我們 淨土法門 他是 彥禮說某星球極樂 比如說他是這樣 星球極樂 通常這個是國土世間 這個是國土世間 這個是這個都是國土世間 只是一個是 一個是淨土 一個是會土 這個是國土世間 但是國土世間 這個是淨土 這個是會土而已 但是我們來說這個淨 怎麼樣淨 那麼 都是國土世間 他這個國土世間是果報 他是果報 但是果報從哪裡來 從陰來 這個都是果報 這個都是果報 只是一個藍一個禁 果必然從陰來 那陰是什麼 陰就是這裡 我們說三種世間 三種世間 五運世間 有情世間 跟國土世間 跟國土世間 這個有情世間 三界六道 我們是人 這個人的正報 是五運 人的一報 是這個娑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人的世間 是娑婆 然後娑婆世界裡面 我們叫做南岩浮體州 南岩浮體 南岩浮體 那麼或是南漳部州 好 那這個世間 這個世間 我們叫做南岩浮體 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以佛法來講 那有可能 當岩浮體 是指印度 那不管 他指的就是 我們住的這個世間 那這個世間 是堪忍的世間 那 但是他是由共業 這個是人 一群人共業 同行同業 共業所成的 那這個是個人的五運身心 他也是人的果報 但是五運身心 可能跟他長的不一樣 那麼這一些 他真的 那麼他這個是怎麼來的 這個都是果報 那有情你成為人 也是一種果報 也是一種果報 所以他是從哪裡來的 緣起就講這個東西 就是你從你做人的時候 你照做這個業 你照做這個業 四明色六路促獸 就從這一些 剛才我們講 無明跟貪愛 就這樣交織而形成的 所以你真正要厭禮的 你這個說 你不能說 我不去那個地方 就不去那個地方 不行 你造了那個業 你造了那個業 你就必須要受這個報 除非那個業不成熟 你另外一個業成熟 你有那個業 你就不得不受那個報 所以你要不受這個報 你必須要沒有那個業 沒有那個業 你有那個煩惱 你就很容易造那個業 所以你要不造那個業 你必須沒有那個煩惱 那你沒有智慧 你就容易起煩惱 所以你必須要有智慧 要了解 你才能夠不起煩惱 所以 從這個根本上講 你要厭禮娑婆 你要這個是娑婆 你這個是果 這個是苦果 五惡五痛五燒 你要厭禮這個苦果 那你必須要厭禮什麼 苦業 要厭禮惡業 要厭禮惡業 那你要厭禮惡業 你必須要厭禮什麼 厭禮煩惱 那厭禮煩惱 你為什麼會起煩惱 煩惱的總原因就是無名跟貪愛 那麼 從貪愛來說 你要厭禮貪愛 貪愛斷 貪愛是從無名來的 那麼無名一定會起貪愛 它是一體兩面 貪愛斷 貪愛斷必須是 也是你了解 所以正觀 正觀 你要有正確的觀念 要有正當的行為 那麼這樣你才能夠斷貪愛 但是你要先離 離這個貪愛 你一方面說要 說要離這個娑婆 但是一方面又生貪愛 那你離不了娑婆 因為果離不了 所以它必須從陰下手 這個才是根本陰 那佛法有時候從無名講 有時候從貪愛講 那不管成無名講 貪愛講都可以 所以 所以離無名者 離無名者會解脫 離貪愛者心解脫 就講這個啊 那都是一樣的 離無名就是離貪愛 離貪愛就一定是離無名 但是就是究竟來講 究竟來講 所以它這裡跟你講 當官是無常 正觀者則生厭禮 厭禮者則喜貪禁 跟我們講那個愛喜貪俱寫 對現有的 對現有的 我們現有的是什麼 五印神經就是現有的 就是一直 從出生到我們死之前 都一直為我們所擁有 這個是不會變的 其他的就不一定 當然你有可能 那你的身體可能掉了一個什麼 掉了一個什麼 但是它一直是你所擁有的 但是其他的東西就不一定 你的房子你的車子你的錢 甚至你的兒子 他都會可能不是你所擁有的 暫時而已 那一直為你所擁有的 就是你的五印身心 但是所以我們的根本 我們的根本喜愛 就是對我們五印身心的喜愛 那為了讓我們五印身心 更好 所以五印身心周遭的 那會讓我們五印身心產生 產生這個好的 熱壽的 那麼你也喜愛 一般叫做愛烏及烏 好 那麼喜灘盡者 喜灘盡者什麼 心解脫 這是暗暗經常常在說的 當官色無常 正官者則生燕禮 如是名為正官 那麼正官者生燕禮 燕禮什麼 燕禮五印 那燕禮這個 那麼一般我們就叫御灘 對就是御灘 那燕禮者則喜灘盡 彼彼喜樂 喜灘俱行 那麼這一些從我所愛下手 所以比丘 比丘三一一波 日中一時 他基本上就是從這個地方下手 從這個地方下手 那這樣 你這個愛沒有欺負住 沒有欺負住 你就沒有障礙 這個時候 你一方面 從正官去去掉這個貪愛 那麼又從去掉貪愛 讓你的正官 讓你的智慧更加的清楚 因為他那個欺負住 你就不容易 就是你就不容易得到正官 那麼你的正官就起不了 你的智慧起不了力量 因為有貪愛 欺負住 那麼你去不了貪愛 也因為你的 你的這個無明 就是你的執著太深 所以從 有時候從無明下手 就是觀五印身心 那有時候從貪愛下手 就是少益知足 那麼從我見我愛都可以 那基本上我見我愛都在 跟程式相對的境界裡面產生的 所以你看極樂世界的話 你心求極樂 其實是心求極樂 究竟的快樂 我們說過 遇樂 遇樂 定樂 限制樂 來自樂 究竟樂 極樂是什麼 解脫 滅盤是極樂 那麼你必須要厭離縮博 縮博是什麼 縮博基本上就是五二五張 其實就是五欲 五欲懶著的 愛懶的世間 那麼要從陰下手 不是從果下手 那我每一個人都厭離地獄 沒有人愛樂地獄的 但是為什麼你厭離地獄 你還是會墮地獄 沒有人愛樂地獄的 但是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墮地獄 他只是厭離地獄 他沒有厭離地獄的陰 陰成熟 果就會成熟 就是你有那個陰 有陰有緣世間幾 有陰有緣地獄形成了 有陰有緣地獄消失了 有陰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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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國土形成 有陰有緣 國土消失 就像你在這邊行慈善 你人還沒去喔 你人還沒去 你天上的宮殿已經形成了 那等到你人 壽命近的時候 你就直接升到天上宮殿去 那你的心越來越大 你的宮殿自己會變大 那你的心又縮小了 做了善事後悔了 那你的宮殿又縮小 那你又做了二月 那宮殿又消失了 你就在人間 那第一也是一樣 那你現在到第一的月 第一的那個 那個刀山油鍋已經為你準備好了 基本上都是這樣 他已經形成了 那稍微你一剩下去你就去 那你要驗禮 你必須要有相應的驗 相應的驗 那這個是阿蘭經裡面常講的 所以你喜攤經理就心解脫 那基本上從愛樂下手 他這個一方面從政見 你要所有的修行 不離開觀照五印的身心 那麼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要起過度的煩惱 不跟煩惱相應 都從這裡下手 如果你沒有 你祈求哪一尊佛 哪一個菩薩 哪一個咒語 哪一個什麼 哪一個什麼儀鬼行事 就可以讓你解脫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必須 所有的功德都從內心 不是從外來的 心外求法 它是從內心 所有的功德都是依內心而湧現 從地湧出 從你的心地湧出的 不是從外灌入的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是佛法 很強調的一個觀念 如果沒有 那麼你一直跟 跟這個 你的觀念一直不正確 就是無名所負 那麼你就會產生一種現象 包括你追求功德 追求最殊勝的功德 追求最大的功德 那麼從錯誤的觀念 覺得 我就 特別用功 然後佛頭就會特別加倍我 然後我哭得越大聲 那觀念菩薩就會悲凌我 那麼 就是你在這一部分這樣想的時候 那麼其實是沒有辦法跟 跟這個法相應的 那麼很多都是徒勞無功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 所謂的淨化 所以他這裡是在講這個道理 他沒有講那麼詳細 但是我跟你講詳細一點 所以他這裡說 是淨化人性而達到正解脫的 那怎麼淨化 剛才我們講很多 那麼並不是說 那怎麼淨化 其實就從這個地方 從觀念上 從行為上 世尊世人 與人一樣的生老病死 然後隱時起居 眼見耳聞 所以 緣奇裡面 無名行四名色 那麼四名色六路處 這個是佛跟我們是一樣的 他一樣是有情事 一樣是有情愛 他一樣 但是他的是絕有情 他是絕有情 我們是你的有情 他一樣是四名色六路處處 這個我們也講一下 他的五運跟我們的五運是一樣的 不過我們的五運一直是無取運 有愛有取的 無取運 那佛陀的五運只是五運 那五運有色受獎 也是佛陀一樣跟我們看一樣用 一樣是這樣的 我們說 緣奇 無明 mono 行 四 免社 六路 瘦 唉 情 勇 生死 然後生死中有老病 老病 然後願證會 愛別女求不的 五蕴赤胜 他叫做纯大苦聚集 纯大苦聚 就重苦充满 四明射六路促寿 佛陀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一样有四明射 这个就是五蕴生 射寿想行寺 明射 射寿想行寺 他起获造业在六路 内六路外六路 内六路外六路 严而彼此的生意 对射身相慰触法 就是对境界 刚才我们对境界安 那射身相慰触法 射身相慰触法 那么他是跟五蕴相应的 那么根层是内六路外六路 这个六根六层 这个是六根 这个是六层 那不外乌五欲 那么产生反应 这个就是感觉 产生种种的感觉 心理反应 产生心理反应 我们叫做新手 叫新手 那新手主要 最初的新手就是感受 那感受基本上有苦有乐 主要是苦跟乐 主要是苦跟乐 那苦就起症 那么乐就起爱 那爱症都是属于贪爱的部分 爱症就是贪爱的部分 那么这个新手里面 还有瘦 那么除了瘦 瘦马上就生瘦想失 就开始瘦聚生瘦想失 就是瘦想失 那么就是我们所有的五蕴 瘦想失 那么以这个瘦来说 那么之后 之后就产生爱 爱在这里 那么这里 这里佛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也有苦受乐受 他也有处 不过 跟我们不一样的是 佛的处 佛产生感觉 产生心理反应的时候 他没有不当的反应 没有不当跟错误的反应 那么心理反应 没有不当跟错误的反应 所以他这个处不跟无名相应 所以他叫做明相应处 那我们是无名相应处 他是跟你智慧 他是正观 我们是无名相应 所以我们无名相应 我们的无运 我们的无名相应 我们的无运就叫做无取运 我们是无取运 就是有取 到道理这里有取 因为爱就有取 执着不舍 贪爱不舍就取 所以取里面主要有我与取 我与欲取 对无欲的直取 对我的直取 其实就是我见我爱了 然后有借进取 就是你不了解 跟无名相应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你就会有苦 你要厌离说果厌离不了 你要心求极乐求不了 你没有办法 那么因为你的果在这里成熟 那么修行是从这个地方 出跟无名相应 不跟无名相应 然后在这里 那么你已经起无名了 那是你虽然不起无名 但是你过去的业会让你有苦瘦 会让你有苦瘦 那么会有热瘦 善业二业会有苦瘦落瘦 你在这个瘦里面 你在这个瘦里面 当有苦瘦的时候 你生瘦心不瘦 当有热瘦的时候 你生瘦心不瘦 这个时候你的心是安定的 清静的 净化的 那么你当如果你生 你随着你的瘦 苦瘦落瘦 而且爱症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这样一直下去了 那就有这个就有这个 就有苦了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在瘦的时候 你必须生瘦心不瘦 不管是苦瘦热瘦 那在处的时候 在处的时候 一有心理反应的时候 你就要觉察了 你就要跟明相应 不是跟无名相应 因为跟无名相应 起烦恼就会造业 他就会这样爱取 那么之后在这里受想失 失之后又开始造业 那造业成熟就有 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业报 那么就会不断轮回旋转 就生死又这样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能够觉察 觉察你的内心的反应 那么是正确的不正确的 那么已经未受的苦 你可以不受 已经受的苦 已经受的苦 你就削减掉了 就是所以一般才讲 就是随缘消旧月 更莫造新疑 但是我们一方面 在受过去的苦 一方面又在造作未来的苦 其实是这样 那你这一点能够清楚的话 那么你可以不受苦 那么你如果过去的业成熟 你不会造新的业 那么就算有 那么也很小不多 你会再控制 就是你会控制一个范围 你控制在一个范围 就是我会起烦恼 如果最好的话 你可以不起烦恼 但是一般做不到 所以我会起烦恼 但把我烦恼控制在一个范围 那你要控制烦恼 一定要先觉察 我在起烦恼 我有烦恼 所以要明相应 你一定要先有觉察 所以佛就是觉 念念觉叫做佛 那我们是偶尔觉 常常不觉 所以基本上 你要训练这个绝照努力 那么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马上知道 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那么接后 贪跟撑是不好的 你要厌离 你要处理它 就好像你照镜子看到 我这里有脏 你马上就把它洗掉 你身上有臭 把它洗掉 你不会说 没关系 等我回来再洗 因为它那个会影响 你走出去人家会看 你会难看 我会离开你 乱去冲 所以基本上也是这样 那你有烦恼 你就厌离 生这个厌离心 那厌离的话 你就是要控制它 调伏它 然后才能断除它 那断除它 你调伏所有的 断除所有的烦恼 你才能超越它 那佛法就叫做 佛法就叫做 就是说 你断这个贪 超越这个贪 调伏这个贪 调伏断除超越 因为断除烦恼有很多 所有的烦恼都断尽服语了 这个就超越了 超越什么 超越苦海 因为不会再受苦 你只要有一条烦恼 你就有一条烦恼受苦 但是我们一开始修行 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我们要 渐渐渐渐 变宝 其实是这样 那就从这里下手 那这个佛跟我们都一样 四明圣 六露处 都有 但是它没有 它没有后面这个它就没有了 所以它这个叫做流转 那前面这个也有 它来的时候也是营业而来的 来的时候也是营业而来的 它还没完全解脱 所以它还是有一分的无名 但是它在这里把它断掉了 断掉成佛之后 还没成佛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还有 出国再来的时候 它也有啊 它有烦恼 二国也有 三国就不来了 但是三国升到五不凡天 它也有无名跟行的这一部分 那一跃而去的嘛 那么之后它就有无印生 就有这些身心法 就有这种身心作用嘛 这个是身心作用啊 四明色六露处受 这个都身心作用 心心所嘛 那么这一些 但是它因为把这个去掉了 它有正确的观念 那么就会引导它正确的行为 它就会有解脱的果报 基本上是这个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它这里讲 跟我们一样的生老病死 那但是因为它这个是夜报生 所以它生就会有死 还是会有 但是它受苦的时候 它会生受心不受 它不再有这种苦啦 就是身体上的夜报 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生出生了 一定会有老跟病 那么这个是没办法避免 即使是佛也没办法避免 这个是生理上的 生理上的夜报性的 佛也没办法避免 就好像身为人 你是人的果报 你出来就是两只脚 你没有翅膀 你不是四只手 你不是六只手 不是这样子 那个就是夜报生 没有办法避免 那么即使是天然 也没办法避免死 那么人没有办法避免老病 这个是生理上的夜报上的 那这个可以 这个是心理的 心理上的 那么佛陀 佛陀可以没有怨证慰 他有对他不好的人 但是他不会有怨证慰苦 不会有爱别离苦 因为他没有爱证 没有爱别离苦 没有怨证慰苦 他无所求 他没有求不得苦 他没有 所以 所以这一部分就不一样 但是一般他佛陀还是会有老病 还会有老病的苦 那吃错东西 肚子还是会痛 那么还是要休息 走路走到累了 他还是要休息 口渴了也叫阿难 你去跟我要水来 我口渴 他还是有这些生的苦 他有生的苦 但没有心的苦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那么这个父母所生生 是四尊的生生 他这里在讲生生跟法生 那我们的法生哪里培养呢 就从这里开始培养 对于这个控制烦恼 调伏烦恼 断除烦恼 超越烦恼这一部分 那么开始培养 那么对于真理的认识 对于正确的 正确的佛法 那么你开始学习认识 体认 当你确认的时候 当你已经确认完全没有怀疑的时候 那个就是法生 叫做得事不坏见 佛法生 不坏见 不坏见 那么圣界成就 绝对不会再 那个时候就已经得法生 正出国 正出国 初得法生 有时候叫法眼镜 有时候到事不坏见 所以 世君 他说 世君有超一般人的佛性 就是这里 在这里 超越 因为大部分都是流转的嘛 就这样一直去一起去嘛 顺着烦恼 获业苦 这样一直去 那么 所以是正觉缘起法而解脱的 这个就是缘起法 他知道我们都在哪里 哪里起烦恼 都在罚你造业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 苦从哪里来 要怎么消除 要从因上消除 要从因 就好像说 一般我们是这样 我们负责照业 然后受苦的时候 菩萨负责帮我们 离苦 没有不可能这样 诸佛菩萨帮我们离苦 只要我们常常买香供养它 买水果供养它 买花供养它 偶尔念着它的名字 我们负责照业 它负责帮我们离苦 没有这种事 这种不是佛法来的 就是说 你要从你照业的当下 就好像你要愿理说佛 心求极乐 你要心求极乐 极乐是个果 你要知道它因从哪里 那你说 那我就归依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会带我到极乐世界 享受福报 不可能 佛法的缘起没有这样讲 那么你必须要有相应的业 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那什么是善根福德因缘 善根是什么 善根是解脱善根 无贪无吃是三善根 那不然讲五根 信尽念定会 那么这一些是善根 那你有吗 你没有善根 那没有福德吗 那你只有因缘而已 那这个因缘不足以成 不足以成你成就进土的因 你只有那个心 没有那个行 心跟心不相应 那哪里有办法 你说你要考医学院 要救度一切众生 结果天天都在打电动玩具 那你能力考得上吗 那你有可能吗 不可能吗 空愿 这个不是的 所以一般人没有了解到这个道理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是四尊的法身 那法身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有没有法身 那要问你 如果你能够这样 那么见见见见 你那个法身的那个行轮廓就开始出现 那等到你正见的时候 就这样你就能够正见了 离贪爱者心解脱啊 喜贪静者心解脱啊 无名静者会解脱啊 那所以你当你正出国 或是你正见这个缘起法性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有法身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在有那个法身的轮廓 渐渐有那个轮廓出现 但还没完成 还没形成 其实是这样而已 当你有正确的观正观的时候 那么法身的形状 模型已经开始隐约出现 其实是这样 世尊是人而佛 佛而人 他是由人成佛 那么成了佛还是人的 他并不是就是天上的天神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也是人 我们也是人 我们也可以成佛 并不是说 只有释迦佛还有成佛 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得正觉而得解脱 那问题是 你有没有方法 你有没有意愿 现在讲意愿 你有没有成佛的意愿 第二个 你有没有成佛的功德 那你有没有成佛的方法 就是圆满这些功德的方法 有没有 没有你要去学 要去学 学了要去做 叫做依教奉行 那做到圆满他就具足了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人类在经验中 破不得 破得不满现实 而又着重现实 就是被逼迫了 所以事件是逼迫苦 那么对于现实 对于现在我们的身心 以及我们的世界 因为没有那么圆满 又不是在天上 人间基本上是杂兰业 人间是杂兰业 那么天上的话 他比较是实善业 相对人间比较圆满 但是欲界跟色界又不一样 那么 三恶道跟我们又不一样 那人是杂兰业 善恶杂兰 偏多于善 所以叫做善道 但是人有从畜生道来的 有从鬼道来的 有从人道来的 有从天上下来的 所以也千差万别 从三恶道下来的 还残留残存的 三恶道的习气跟业 还有心 所以他那些恶业还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受苦会比较多 从天上下来的 他的福报会大一点 那么他的习气也比较好 行实善 孝顺 诚实 乐于助人 那么会有这种 会带来这种个性 就习惯了 那人人间乃儿就不一定 他过去世的姻缘 但是基本上都是善恶夹的 从天上下来 表示他那个善性已经减弱了 他已经享受福报了 从恶性上来 表示他那个罪 已经偿皇一度会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罪都消失 只是比如说他剁鬼道 只是他鬼道的罪 偿皇一部分而已 他还有其他出生道 定义道的业 还有继续在成熟当中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还有那些恶劣性 那但是要看他的业 要看他的业 所以人基本上 人的果报基本上是一个善恶夹杂的 叫做杂染业 人是杂染业 那天的话 天的话 善比较纯善 假设人的话 60%是善业 40%是恶业 这样 那天的话大概是80%或90% 他那个恶业 他那个恶业比较没那么重 那三恶道的话恶业就比较重 那如果是第一的话 他就现前的 因为他不是无自信的 但是就现前来看 第一的月大概是90%的恶业 善业非常的稀少 甚至是没有善根的 那么但是他还是可以再有的 但是就是说 三恶道的业基本上是偏多恶业 所以叫恶道 那善道的业是偏善 那比例不一样 那么他的本质不一样 善的成分不一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到 那么人不满现实 而又着重现实 因为他对于世间 因为杂染业 所以人常常会希望 有理想国 有乌托邦 无和有之乡 都会大同世界 都会想象这个 然后希望未来 能够比现在更好 都想象这个 但是因为他就在这个世间 所以他又离不开这个世间 所以又着重现实 所以常常理想跟现实在那边拉扯 有理想 但是又不能不着重现实 着重现实 但是又常常有超乎现实的理想 希望能够达到 要求超脱又无法超脱 希望能够超脱现实 但实在又没办法超脱现实 常常在这种挣扎 纠结当中 重视现实者 现在开始 重视现实 就是重视现身的利益 重视现身的利益的人 每缺乏崇高的理想 我有的人 就是说我现在过得好就好 那么我无欲满足就好 那以后的是管他那么多 死了谁知道 有没有轮回谁知道 有没有解脱谁知道 就不管那么多 那么今朝有酒今朝醉 就这样的就是比较重视现实的人 就缺乏崇高的理想 不管到未来 那么甚至以为除了实力 一切是无畏的游戏 就是利益考量 就比较我们说短视尽力 现前的利益 现实的利益 我们就短视尽力 看不到很远的地方 所以这种人基本上也不太会求生天 也不太会求解脱 不太会 他就是以无意的满足为满足 现有的就是我的 其他的都不是 所以他要让现身得到满足 就追求 要追求用种种的方法 那么追求可以让他满足的 其实是这样 那么所以他说一切 他会认为你念佛拜佛学佛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谁知道谁看到 那么现在你可以享受不享受 然后牺牲那么多 那以后又享受不到 他认为这个是无畏 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的游戏 而倾向超多者 那么有一部分的人 那么富含 就是富含崇高的理想 那么他对现实可以忍耐 也可以不计较 但他只是为了追求未来的超通 可以更好 就离开现实 但是你未来的好 你不是离开这个现实 因为你未来的果是从现在的因而有的 那么你不从现在的五印身心去创造未来 你只是在那边 就是求着神仙帮忙 求着诸佛菩萨加持 那么你不从现实的五印身心去观照 那么去造善业 去造解脱之业 去造解脱的善根 那你只是 那么忍 就是你离去一切享受 忍受一切寂寞 忍受一切痛苦 然后就希望获得诸佛菩萨 或是神仙天人 这样的一个怜悯 这样的一个加持 那这个其实就是离开现实 那么怎么样 或者去引顿 其实就是 印度有很多也是这样的 西方也有 影视着修行的 那么或者寄托在未来他方 其实就讲这个 崇高的超脱平淡的现实 那你希望未来 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想得非常美满 那不满于现实 那但是 你要知道未来 未来的果是由现在的因而有的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才成就你未来所享受的一切 所拥有的一切 那但是你如果没有未来 没有趋向解脱的一切 没有崇高的理想 那你只着重在现实的享受 就是这有两部分 一部分只着重在现实的享受 这个是世间的一般人 我尽量赚得更多的钱 拥有更大的权力 才让我有更 更丰富的享受 更圆满的幸福 这是一般的人 只追求现实的享受 福乐 那有一部分的人 那么 有崇高的理想 他不太追求这一次的享受 但是 他对于他未来崇高的这些理想 他没有正确的方法 离开现实 离开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那么 要去指示 祈求 那么期望 那么就 这一生过了 我就可以到天国去了 就可以有无尽的享受 只要我服侍神 那么信奉神 那么意念神 那么我就可以到神的国度去 很多修净土的人 也跟这样的观念一样 这样的观念是错的 那他是忽略到 忽略到现实 其实他一切都是一夜来的 一切都是一夜来的 即使极乐世界 也不能离开夜暴元起的法则 也没有办法离开夜暴元起的法则 也没有办法离开夜暴元起 你说我是阿弥陀佛 无量光无量寿 那么 修我的法门 不用 超脱元起法则 超脱夜暴理则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 元起是法信法处法界 有佛没有佛 他都是这样的 就不会改变的 一般我们说 上帝也不能改变 一加一等于二 你说我是上帝 世界是我创造的 从今以后一加一等于三 你不能这样讲 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一切都是一夜 那一夜是哪里 由心来 那你懶悟的心 不懶悟的心 亲近的心 所以 众生亲近 所以国土亲近 心亲近 所以众生亲近 所以讲 其实这个就是要讲夜暴理则 心近国土 那国土是由很多的众生形成的 共业所感的 国土是共业所感 那么共业所感的国土的 这些 来这个净土的 所有众生的心 都是亲近的 那亲近的心 是什么心 就是没有无名贪爱的心 或是少无名贪爱的心 这样才是净化 好 所以他讲 那么有净化的心 有净化的众生 才有净化的国土 啊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 那 大部分的人 从高的超脱 平淡的现实 不能和谐和一 确实是人间的痛事 所以后来 又有 所以 所谓的 又有这一部分 好像说 比如说要失净土 你又要人间 又可以享受武力 你不用抛弃人间的武力 那你死的时候 又可以到佛国净土 那也是一个方便说 那 那一般你说 你要到极乐世界去 还要抛弃武力 但是有些人也没有 你要抛弃现实的武力 那么 才能够 一般崇高的理想是 你抛弃现实的武力 享受 那么 可以到未来 可以得到更丰富的武力 享受 那 或是 你享受现在的武力 那么你就不能够有未来的 升天啊 这些 这些 这些福乐 那 有的就把它结合起来了 你可以拥有现实的武力 享受现实的武力 未来又可以享受 这个佛国净土 或是天上的武力 人都是 就是 希望 那么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是佛法来讲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不是享受 你受用 但是你不懒着 佛陀 人家给他吃好的 他也吃好的 他不能说 他没有说 哦 我不吃好的 你把那个烂的拿来给我吃 没有 人家金驴衣共兰他 他当然没有穿 他也瘦 他给他们说话 就是说 他有什么吃什么 他有什么 当然他也有限制 你拿一点花花的衣服给他穿 他也不穿 因为他那个太太 他跟出家修行沙门的这种 这种形象 或是太懒着武力 会给人家误会 他就不穿 但是其他的话 你吃的住的用的 他都是随眼受用 他也不懒着 就是你给他吃好的 这个国王 波斯密王 品博索罗王 莫利夫人 这些供养佛陀 都是供养最好的 可是佛陀也受用 但是他不会吃多 他吃了也 当下也不会懒着 那么吃完了也不会需求 哎呀 这个好吃哦 你什么时候再给我吃 这希望 那么 再等待 希望他那个 波斯密王再送多一点来 他不会这样讲 他吃就是吃而已 他用就是用而已 那 这个 他对武欲 他不懒着 但是他并不是不受用 他也不追求 也不贪恋 已经用过了贪恋 是希望 还能够再有 没有的希望 可以送过来 那正在享受的时候 那么执着 他不会有这种东西 那我们当然也是这样训练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像佛这样 但是你要像佛学习 学习就是我们尽量跟佛学 学到他对这个世间不懒着 当你对这个世间的武欲不懒着的时候 那个之后 就可以叫做厌理说佛 其实是这样 这个才是真正的厌理说佛 而不是说这个世间太苦了 太烂了 我要赶快离开 我不要在这个世间 那个是正悟的心 有爱有正 有爱有正 他就是懒目 而是对面对这个世间平和的心 没有爱正 没有爱正 充满着怜悯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 充满着智慧的看着这个世界 充满着怜悯的看着这个众生 那要有这样的心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到世尊及人成佛 就是你可以做人 那么你也可以成佛 就人来成佛 不是人死了后生天 不是这样 不是人死了之后 那么你抛弃做人的这样的一些事 那么等待着未来死后生天 很多人是这样的 那么你现在应该做的事你不做 你就天天有那些宗教仪式 然后你就什么样 等待死后 那天神来接我上去 那这样 其实你要升天还是要有十三月 那你要升禁堵还要有禁业 要有禁业啊 那什么是禁业呢 那乌鲁亮寿已经讲 我们说过嘛 就有四孔 一个叫发补迪心 然后当然 乌鲁亮寿已经讲 禁业三福 那也是 就发补迪心 发补迪心修诸功德 那还要修诸功德 那一向专念 回向发补迪 他要 但是这个就是意愿 但是你最重要要修诸功德 你没有那个业 你没有那个业 那修诸功德 这个 这个 慈性不杀修识善悦 孝顺父母奉赐师长 慈性不杀修识善悦 独冲大圣 那么劝进行者 那像这些都是 都是善根福德 就是福德因缘里面 那最重要要有善根 善根 其实就是你要有净化的心 要有趋向解脱的心 要净化烦恼的这样的能力 那这样才有办法 无贪无称无痴 那对佛法 要有所谓的性净念定位 要具足这一些 那你怎么样往生净土 不可能 因为你都没有敬业 没有敬业可以往生净土吗 那就破坏 破坏这个业报理则 那你说阿弥陀佛加持 那释迦佛不能加持你吗 也可以啊 那佛佛平等啊 那阿弥陀佛可以做到释迦佛做不到的事吗 释迦佛做不到阿弥陀佛做得到的事吗 不可能啊 所以因为所有的佛都是圆满的 只是愿力不同而已 那么基本上释迦佛 不会做不到阿弥陀佛做得到的事 阿弥陀佛也不会做得到释迦佛做不到的事 释迦佛做不到什么 定业的三不能嘛 他不能度境界众生 不能度无远的众生 那么已经要受报的众生 他也没有办法改变的 他没有办法改变业报理则的 应该要受苦的 啊 这定业不能转 他不能转 转要受业报的 应该要受报佛头严 如果可以 他会先 会先转什么 转 转他的亲主 加比罗尔果被流利网灭掉 他会转他们的业 他会转什么 转平伯苏罗网的业 让他不受这个业 没有办法 他一定会转提伯达多 虽然提伯达多这么恶劣 那他也是他的堂兄弟 那也是他的徒弟 那么他应该会转他 那没办法 提伯达多自己三根断掉了 佛头救不了他 唯一可以牵着绳子 就都断掉了 他没有办法把他 没有办法把他从业 如果他有这个善根 依这个善根 再真正增转善法 那么还有机会 那么他都不相信佛 对佛法没有正确的理解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善根 没有善根 信尽定位 第一个就是信 对佛法没有尽性 没有正性 充满迷信 这个就是善根 比较没有 有正性 那么就比较有善根 依着正性 根就是增长 生长 依着这个正性 能够怎么 能够起正见正思维 正理正业正命 其实是这样 然后正精进正念正定 依着正性 有正见正思维 那么依着正性 能够精进 正精进 然后有正念正定正位 那详细讲就是 有正见正思维 正理正业正命 正面正定正经进 那简单讲 就是依着正性 信静念定位 那么努力用功 正念正定 然后会有智慧 借定位 其实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善根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佛性 是人性的进化究竟 所以你要先把你 人性懒悦的这一部分 糊涂的这一部分 鱼痴的这一部分 要先去除掉 所以 归于佛 要向佛学习 从此过学悟的生活 不要迷迷糊糊糊过生活 归于法 要依佛所做的法修行 依法修行 从此过智慧的生活 不要无理糊涂的过生活 糊糊涂涂的过生活 然后归于生 要以身合合 就是要同行同愿 跟佛弟子一样 都是少艺之主 都是礼遇亲近 归于生 与生合合 就是要同行同愿 归于生与生合合 从此过亲近的生活 不再烦烦恼恼过生活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归于三宝的真正 真正要做的 这样才有办法 成就法生 其实是这样 所以 人人可以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 每一个人都可以 集人成佛 其实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人 受了一些 末法思想的影响 就会觉得不要说成佛 连解脱都不可能 那现在又讲到 不要说解脱 连往生都很难 那其实这个是 我们叫做 你不要自己贬损自己 一个人可以做人 可以学习佛法 这个是非常殊胜的 那么佛法人 意念圣 犯人圣 勤勇圣 勤勇圣 那么你应该要 不要妄置匪伯 不要妄置匪伯 那么不要自我诅咒 这样 这样你会让你失去信心 而且佛法也不是这么讲的 佛法是缘起的 看你的心 你的业 你的缘 而不是看你在什么时代 在什么地方 你过了2000年 没办法 2000年后的水不能解渴 2000年前的法水 一喝就解渴 2000年后的水 越喝越渴 没有这样 水就是水 法性法处法界 甘露就是甘露 它不会变质 佛法没有保存期限 照你这样讲 佛法的保存期限是2000年 500年后就末法 或是1500年后就末法 佛法 佛陀 普提出是要正正觉的时候 那么保存期限1500年 没有保存期限 佛法没有保存期限 正法就是正法 它一直是这样 必然是这样 那么 普遍是这样 它不会因为你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你在不同的时间点 它就产生变化 真理是不会变化的 那么你有八正道 你就能解脱 你没有八正道 你就不能得解脱 那你说末法不用八正道 就可以得解脱 就可以到清静的国土去 这个也不对 那你说在末法 一八正道修行 也不能得解脱 所以以前 说有末法的时候 说有末法 这个时代是末法 唐朝的时候就说末法 有三阶教 就强调现在修行 就不能解脱了 要依这个方法才能解脱 没有 这种观念都错误了 佛法 什么叫做末法 然后后面有讲 那么真正的末法就是 你没有依照佛法去修行 你都没有造佛法的根本 你都是造那个枝末 那当然就是末法 你抓的都是那个枝末的部分 你会行事啊 仪事啊 那这个当然是叫末法 末法是你造成的 不是佛法本身 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就会有末法 大比佛杀论师就讲 佛法又不是墙壁 那么五十年后 就会衰败 就会脱落 没有这种事 它不是有违法 正法不是有违法 它不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脱落 不会 没有保存期限 所以我们了解 所以大家应该要知道 那么依着正法努力的趋向解脱 趋向成佛 发更大的心 那么成佛是建立在解脱的上面 并不是说我不用解脱 我就要成佛 不是 这样观念也错 我不求解脱 我求成佛 不是 成佛是不只求自己的解脱 不是不求解脱 这个在玉潜事律里已经澄清过了 菩萨界里面已经说过了 成佛不是不求解脱 而是不但不只求自己的解脱 是这样 这个是菩提心的 所以波罗经也是这样 方便到度众生 庄严国土成者众生 在波罗道之后 波罗道是你已经见证法了 你已经决定可以得解脱了 那你不怒虐牌 只是这样 并不是不求解脱 这个一定要知道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所以吉人成佛 达到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那表示说我们也可以成佛道 好 好 大家合掌合向 好 好 好